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时事专家对台湾岛内更加蓬勃的独派声音感到不可思议认为这些人对中国的认知太过乐观 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对台湾问题已经失去耐性 正在诉求更强硬的解决之道 与此同时 台湾政坛不止一个政党的政治人物主张敢赴对岸 与中国进行和平对谈 甚而洽签和平协议 不顾他们是否被赋予 代表台湾民意进行协商的正当性 这促使台湾当局负责两岸关系的单位呼吁提高相关的监督门槛 在这错综复杂且逐渐极化的背景下 德国之声采访了美国智库史听生中国研究计划的主任孙韵 首先关心最迫切的问题 中国是否有可能对台湾动武 孙韵强调 中国领导人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迫切感是一直存在的 这也跟其他观察家的看法一致 但是他不认为中国会选择对台湾动武 从实际的角度来考虑 如果对台湾动武 现在就能赢吗 他说 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有任何的设计 是想要在近期之内解决台湾问题 那他必须要说 这个解决方案要是可以成功的 因为如果这个解决方案不成功 台湾就此独立了 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 都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样一个结果 他认为 当前情况下 和平对谈 或是借由经济融合 促成政治融合 仍是中国心目中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方法 他回顾习近平1月2日演讲的用词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选项 可得到两个重点 最佳 意味着 中国不认为 这是唯一的选项 如果台湾方面有更好的提案 他们也都开放谈 第二是 他们仍然认为 一国两制是最佳的选项 记者附著 根据新华社实录 习近平说的是 方式 而非选项 孙韵说 这个我认为说 有点不敬不时 一国两制在香港与澳门实行的情况 已经让台湾人不能接受这种政治安排 第二是 回顾当初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背景 是国民党尚未解除党禁的80年代 那么当时 其实是处理两个威权政权 应当如何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下共存的问题 如今 台湾已经民主化 要台湾人民接受这个提议 是很困难的 从此 他也带入美国的角色 台湾问题根本不是海峡两岸关系的问题 而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问题 所以 要解决台湾问题 必须要先解决美国的问题 他说 我觉得 中国没有公开来讲的就是 这个方案 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必须是中美之间 对台湾问题 达成一定的妥协 或达成一定的共识 这个我认为 最终才是大陆认为 最佳的选项 美国持续且深度地 影响台湾岛上的政治决策 已经有长远的历史 美国自诩为 民主体制的领衔者 台湾对他来说 是对抗另一个意识形态的前线 但是 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 仍然存在权衡的空间 例如 美国就算在1979年 与中华民国断交后 愿意用台湾关系法 来维系与台湾岛上 这个政权的联系 却也明确表示 不支持台湾独立 今年2月7日 五位共和党议员 向议长佩洛西提议 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 前往华府演说 至今却仍没有实际安排 而远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 所不能切身体会的是 台湾对中国怀有的 既密切又抗拒的矛盾情节 习近平1月2日提出的 党纪对谈邀约 对台湾某些政治人物 偷具吸引力 国民党几乎所有 想要竞逐总统大卫的政要 都已经表明了 附入和谈的意愿 如同中国领导人 若能解决台湾问题 便能名流青史 台湾政治人物若有谁 能解决中国问题 也同样能获得历史声誉 德国之声透过电子邮件 联系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研究亚太区域安全 与美国国防政策的葛来仪 询问他 如果政治人物前往中国协商 华府会怎么响应 又如果 中国在台湾 扶植亲中的总统候选人 透过民主的选举 让他当选后 利用他的职权 促进两岸统一 华府会怎么反应 葛来仪在回信中表示 台湾的总统候选人可以提出他想要的任何政见 台湾想要与北京拥有何种关系 端看台湾人民的决定 一个民选的总统 有义务呈现 一个国家的公民的多数意见 美国从来没有反对 跨海峡的和平协议 或是统一 美国当局只有说过 他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台湾国民党主席 吴敦义 二月中表示 根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规定 只有政府委托的机构 才能与对岸洽签协议 若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国民党就有权利 依照条例 洽签两岸和平协议 此话一出 引发陆委会主委 陈明通反击 别傻了 北京不是吃素的 并说 两岸和平协议 就是统一协议 已经开始演你 以双国会审议 双公投的方式 提高授权门槛 加强民意对政治人物的监督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反习势力一波又一波 政治偏差让习近平慌张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22日 美国之音邀请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报道 2019年中共反腐 是否有了新方针 中共中央巡视组官员 最近宣布 2019年巡视工作将聚焦 政治偏差问题 无独有偶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最近在中纪委会议上 也表明 要严肃查处 政治上离心离德 行动上阳奉英伟的两面派 两面人 从起初的苍蝇老虎一起打 到现在的整肃政治偏差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要求铁一般的忠诚 中南海面临什么样的政治隐忧 今天参加讨论的嘉宾是 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 独立时事评论员桑普 2019年 危机重压 习近平公开清洗 保证权 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说 习近平本次 所谓反腐 是与他感受到的 2019年的危机 相辅相成的 而这在他的政治偏差 离心离德 杨凤英伟等政治口号中 得到赤裸裸的体现 他是在毫不掩饰地公开表态 说明这一切就是政治清洗 我们看到习近平当局 现在陷入内部与外围 全面危机的围困 也就是他曾经所说过的 所谓不可预料的惊涛骇浪 习近平也知道 在他执政生涯之初 他的反腐是受到很大支持的 现在不加掩饰地把反腐招牌 换成公开清洗 是在迫不及待地要防止政权倒台 已经无需修饰地要尽住所有反对声音 政治偏差有三类 力量一波强似一波 陈奎德说 2018年以来 中共开始面对一系列 政治经济和外交格局的变化 他要整肃的所谓政治偏差 我认为基本有三波人 第一波是习近平上台之初 那些与他联手反腐的人 这批人后来认识到 所谓反腐 不过是要肃清对立念 和清除政敌 因此已经醒悟 不过 由于反腐 仍然具有语义上的正当性 这批人虽然心中有数 但是不大可能公开挑战反腐二字 第二波 来源去年三月修宪 废除任其制激起的 党内和知识界的广泛愤怒 这是所谓的偏差之二 他们占据更高的道德高地 正义感更强 也更有理由公开对立 第三波是 美国发起贸易战之后 中国内外交困 被国际孤立 内部经济衰退 外部政治 军事被围剿 特别是去年八月以后 发生了系列重大事件 体现在习近平画像被拆下 等等 这表明 党内大批人 形成对他的重大挑战 和负面共识 认为他执政无能 这三波力量 可以说是一波强于一波 这导致他感到 必须在今年遏制住 这些潜在的反对力量 以保住自己的皇位 和延续自己的政治权威 阴谋家无处不在 中共复制王朝末年格局 陈奎德说 昨天 军中高官 房峰辉 被以贪腐罪名而重判 不过官方和媒体 却没有公布 他受贿行贿的证据和数据 这是一个重要信号 表明习近平 并没有完全掌握军队 而枪杆子 是他捍卫统治的最后屏障 我们知道 掌握枪杆子的人 最后将是控制局面的人 中共对此 也认为是天经地义 毕竟过去 重大政变的成功 都得益于军事力量的支持 不过 尽管 看似习近平 已经通过层层反腐 掌握军权 但是去年还陪伴习近平 前来美国的防风辉 又被突然拿下和判刑 这反应 军队仍然让习近平无法放心 我们看到 习近平上台后 已经把军队几乎最高层 都进行了替换 这本身就是极其反常的 也证明 无论是过去江湖安排的人马 还是对他的整肃行动 不赞同的人 都一直在异动 防风辉就是一个例子 被认为表面负荷 内心另有想法 我认为 中共现在面对 阴谋家层出不穷的政治局势 正在复制历史上的王朝末年 类似的格局 前苏联和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共 都出现过 陈奎德说 至于防风辉被处置 是否埋下军中政变的种子 目前还难于判断 我们不知道 习近平是掌握了防风辉的全部阴谋 还是紧紧抓住了细枝末节 不过 总体而言 他打掉防风辉 会在军中引发更大不满 况且 他调整战区 和进行所谓军队改革 可能已经使得军队士气 大受伤害 不是当官的丧失权力 就是当兵的人心惶惶 党内和军中一己力量的结合 恐怕是最让习近平焦虑的 政治偏差 暴露真相 党内权斗 无法掩盖 独立时事评论员 桑普说 我一直认为 行贿受贿 是独裁体制所使然 反腐 是中共执政的招牌 而且习近平反腐 从来都没有针对 跟正描红的赵家人 也没有针对自己的集团和阵营 都是在铲除一己 这个规律 只有在习近平现在 把政治偏差这个概念 公开标榜出来 作为打压对象之后 人们才更加肯定自己的判断 习近平其实已经越来越偏离 反腐的轨道 他现在亮出这面旗帜 表示党内权斗在某种程度上 越来越外化和无法遮掩 我们看到周永康儿媳 不久前公开喊话习近平 北大教授郑也夫发表 要中共淡出历史舞台的文章 清华教授许章润要求 恢复国家主席任旗帜 等等 这些现象都在告诉我们 中共内部权斗进入深水区 所以习近平才要亮出 所谓政治偏差这把剑 尽管其定义是含混不清的 三月时间极其敏感 政治维稳 保住霸业 桑普说 习近平很怕 政治上的所谓离心离德 拉帮结派 杨凤英伟等等 即便那些没有公开表述 而只在内心有想法的 都要一并打击 不过 另一方面 如果说话太高调 也会被认为 是居心不良 是意图把习近平推到至高点 而对他进行高级黑 这当然也是要打击的行为 所以 在中共的气候下 官员必须在紧跟上议的同时 而且要做得恰到好处 这当然是很困难的 习近平所说的政治偏差 就是形成于这样的环境 内外交困 的确是这个环境的来源 三月将召开两会 与此同时 习特会将举行 特经会也将召开 这个时间点 非常敏感 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看美国是否与朝鲜 签署共同宣言 还有美国是否在三月一日 对中国进口货物 加征25%的关税 这些问题 都使得维稳的重要性被突出 这里的维稳 不是针对民众 而是针对高层 是为两会着想 为霸业的千秋万代着想 习近平独裁有漏洞 奉承背后是子弹 桑普说 习近平上台时的2012年 也遇到类似的高层挑战问题 包括薄熙来 周永康 郭伯雄 徐才厚等等 习近平于是重组了军中职能部门 瓦解了原来的军头 换上自己的忠实追随者 但是 现在他面对的 不仅仅是枪杆子的问题 比杆子也不是很稳定 比方说 刚才提到的 北大清华教授 公开发表异议文章 这说明 习近平也不是滴水不漏 而是在很多地方 仍然留有漏洞 所以 他才进一步打出现在的旗号 希望用言语 来震慑一己 但是 高层的裂痕 越来越多 很多人越来越不满 这是事实 否则 习近平也不会陷入慌张 而且 那些人并不急于行动 而是要让子弹 继续飞一会儿 他们所等待的 一定是中美贸易战的结果 其待在那之后 在伺机而动 在那之前 反对派可能会继续 对习近平 加以吹捧和奉承 这让习近平感到背后凉风嗖嗖 所以 他才会提出 所谓政治偏差 这样的词汇 这有点病急乱投一的感觉 反映他在布局上 似乎已经走入穷途末路 以上嘉宾谈话 仅代表个人立场及观点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习近平正将中国带往坏的道路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22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评论报道 当国际社会专注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时 中国一党独大的政府 正在该国西北方展示专制政权的实力 专栏作家 英国剑桥大学地区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亚历山大戈尔拉赫认为 我们不该忽视这一切 我某天在一篇文章中读到 这世界上有一个好的中国跟一个坏的中国 该文作者表示 可以想象有一条对角线 将中国一分为二 好的中国在东南沿海一带 而坏的中国则是在西北方 中国东南部的繁荣发展 令全球撑现 该区域不仅有几座经济重镇 也是中国大部分人口聚集之地 几项庞大基础建设计划 让曾经人烟稀少的一些地方 出现了数百万人口的新城市 西北部则是另一番景象 内蒙古西藏与新疆等 成为政治灾难频传的地方 由于在过去几十年里 采取更为美式的经济模式 中国东南部地区经济快速成长 而欧洲与美国也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这里 此外 自从邓小平40年前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后 中国也从一个不假思索 便可让整个地区陷入激紧的毛氏政权 进化成一个现代国家 邓氏改革的终结 然而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所谓的坏中国开始占了上风 他不仅反转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 使中国经济迈向危险道路 也开始一点一点彻底去除前几任国家主席 所允许的政治自由 包括新疆西藏在内的中国西北部地区民众 尤其受到深重影响 中国政府对他们施行文化融合 打压他们的文化独立 正如同西班牙的前国家元首 弗朗哥当年禁止巴斯克人使用他们的语言 几十年来 西藏人目睹他们的文化遭破坏 及寺庙被烧毁 而以穆斯林为主体的新疆维吾尔族人 是下一批受害者 卫星图片证实 中国政府在新疆建立大批集中营 但中国政府却对此否认 声称这些设施是职业教育中心 据估计约有一百万人 因其宗教信仰与种族 而被中国政府关押起来 这样的做法不只是政府强制施行无神论 也是全面打压其他民族 以及他们的文化 德国必须有所回应 国际社会现在应该将焦点从好的中国转移到坏的中国 虽然许多西方国家向往中国的巨大市场 但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作为已经逾越所有的人权底线 从集中营到种族灭绝需要多少时间呢 德国人很清楚这个过程能有多短 因民众的自我认同而关押他们并对其施行再教育 一个这样做的政权不需要多久 便可以将消灭扫数民族视为例行公事了 习近平将他的国家引领到一个错误 而且坏的道路上 有鉴于德国的历史 德国政府更应该明确的对这些来自中国的警讯 做出回应 很重要的是一点是要清楚区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 我们有理由假设很多中国人都不清楚在新疆发生的一切 有别于邓小平 无所不在的习近平已宣布自己为终身主席 与美国合作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逐渐受到孤立 而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处理方式让情况变得更糟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加强了对台湾和香港的威胁 虽然香港理论上也被赋予民主权利 然而习近平在国内仍有些强大敌手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年纪念之际 邓小平的一名孙辈提醒中国民众 他爷爷主张与美国进行合作 邓小平曾说过 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了 毋庸置疑这可以解读为对习近平的批评 但目前能这样做的除了邓氏家族恐怕别无他人 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出的讯息必须十分明确 维吾尔人不应孤独面对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 国际社会只能与好的中国合作 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势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